娱乐圈好久没这么热闹了,黄子娇承认了性骚扰指控,在直播时情绪崩溃,一连曝光了十几个知名艺人的猛料,打算来个鱼死网破。 直播完之后,她自残,被送进医院,留下一堆烂摊子。 在视频里,黄子娇爆出猛料,大小S、范小仙等人吸毒,还硬塞给她,让她一起嗑药。 阿雅随即发布声明,称她从未使用过违禁品,事态愈演愈烈,已经失控,柳汉雅为什么会卷入这么多烂事,今天就要来聊聊阿雅的往事。 青春像是照在奈何桥上鱼鳞一般的月光,把阿雅的全身照得亮堂堂。 在青春月光的静润下,她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子。 那时,她的美丽像是二胡拉出的一首二拳音乐,在西湖闭波上激起了涟漪。 她靠近华岗异校,在这里她遇到了最好的闺蜜,小S。 那个时候,大小S在华岗异校,已经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颜值高,家庭条件好。 阿雅也受了她们的蛊惑,加入七仙女这个团体。 她们每天都聚会,其他六个仙女皮肤白皙,就阿雅皮肤黑漆漆。 阿雅在七仙女里头,地位低下,婢女一个罢了。 她得为其他仙女服务,帮她们做功课,跑腿卖点心,还得忍受她们的冷嘲热讽。 有一次,大S怂恿阿雅从二楼跳下去,阿雅不想被她们看不起, 硬着头皮跳下楼去,胳膊受了重伤。 大小S专门看见,趴在客车上打起盾了。 大S和小S联合起来欺负她,每天支持她去买早餐。 小S要去和一个帅气的学长谈恋爱,阿雅得当电灯泡, 和学长带来的电灯泡猪头尬聊。 小S对她还算好了,每次上电视节目都会拉上她, 给她一个露脸的机会。 在节目里,她也是受欺负的那个, 她只有咬牙隐忍,装傻充愣。 在小S有意无意的提携下,阿雅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1996年她认识了吴宗贤, 在一档节目上吴宗贤捉弄她, 让她主持一档校园活动。 阿雅没做好准备,仓促上阵, 紧张的喉咙都哑了, 一一压压的用手笔画, 被一千多名学生用虚声hold下台。 下了台,她物资,心有余悸, 六胜无主。 吴宗贤怜悯她, 请她参加我猜,我猜, 我猜猜猜猜的主持工作。 阿雅却像在台上盯住了一般, 一主持就是好多年。 在舞台中央, 她永远是那个被嘲笑, 被调侃的对象。 阿雅招正了自己的主持定位, 很受欢迎, 一度手里握着舞蹈节目。 2008年, 正当阿雅的声誉蒸蒸日上的时候, 她的老爹突然得了一场大病, 卧闯不起。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老爹握住她的手, 说你要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阿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哇的一声, 哭了出来。 茫茫人海只有她的老爹 会在意她快乐不快乐, 幸福不幸福。 处理完老爹的后事, 阿雅决定对人生道路 重新做出抉择, 去米国游学。 她想领略和以往不同的人生风景。 在米国, 她还住在西海岸的一座小城里, 开着一辆铺二手车, 在跳蚤市场, 逃换二手家具, 电器。 她的英文水平有了显著的进一步, 能看得懂新闻节目了。 她散散步, 坐坐瑜伽, 悠然自得。 在米国待久了, 她遇到了一个能吸引她的人, 那是一个白种人, 她的一对蓝色眼珠像是阳光下两颗僵化未化的冰珠。 她住在东海岸, 双方距离遥远, 阿雅不想谈异地脸, 不愿陷入感情的泥沼里, 灰剑断了情思。 回台湾后, 她回到主持岗位上, 拿到了金钟奖。 之后, 她出过唱片, 演过话剧, 她想创新, 却遭遇了重重阻力。 她的人气消失殆尽。 外界隐约知道, 她有一个交往多年的男友, 却没有这个人的任何资料。 她似乎沉云嫁午而来, 沉云嫁午而去, 神秘无比。 阿雅的感情和婚姻被笼罩在一片蒙蒙白雾中。 2014年, 阿雅传出婚讯, 随后生下女儿。 即便她结婚了, 有关她丈夫的消息依然稀疏, 就像撒哈拉沙漠上零零落落长出的骆驼词。 2015年, 阿雅接受了专访, 承认她的丈夫是一个转世活佛, 比她大13岁。 她是曾经的第七世竹庆本乐任波切。 她在米国有雪, 最终选择还俗。 在阿雅的心目中, 她是一个虔诚的修行者。 王妃、梁朝伟、 等致命艺人都是她的信徒。 同时, 她还是一个画家, 一个作家。 阿雅遇到她, 获得了心灵的平静, 就像佛陀遇到了菩提树, 获得了哲学上的彻务。 阿雅主持过奇遇人生这档节目, 以旅行者的角度, 切入自然, 探访思考不同人生境遇下的人的困境。 阿雅发现不少年轻人忙忙碌碌, 却不知为了什么而忙, 很可悲。 她审视世界, 世界也在审视她。 黄子娇自残后隐身, 她的妻子孟耿如被推到前台, 她必须直面外界的流言蜚语, 飞短流长。 孟耿如在接受采访时落泪了, 她有很多事为理清思路, 她说黄子娇一直在努力, 希望给观众带来正能量的东西。 作为一家人, 她会和老公一起, 面对她以前犯下的错误。 黄子娇在直播中提到过一个讨心艺人, 他们当年在一起过, 她对她爱理不理的, 分手时还寄给她一封信, 把她臭骂一顿。 吃瓜群众猜测, 这个艺人应该是陶金银。 陶金银通过经纪人回复, 希望她能好好过日子, 不要瞎扯。 经历了此番风波, 黄子娇很难再在娱乐圈混下去。 很多合作方和她划签了界限, 谁叫她一打击一大骗呢? 黄子娇提起吴宗贤, 说她欠钱不还, 情史混乱。 吴宗贤说她瞎掰, 自己的经济情况好着呢? 黄子娇再逼别人去告她。 黄子娇拉了那么多人陪葬, 吴宗贤没有爆出她的什么黑料。 吴宗贤倒是说, 希望她能平安无事。 当然她有权控告黄子娇。 黄子娇把大小S拉下马, 最高兴的应该是张岚吧。 她在直播间卖翻身酒, 挺嗨的。 大S和巨金业难舍难分, 难怪他们有共同爱好。 阿雅被爆出吸毒一事后, 迅速地做出了回应, 指责黄子娇血口喷人。 吃完群众不淡定了, 要求她像萧敬腾那样, 先去做个鉴定, 再来开口不迟。 王小飞以前就爆料过这事, 可是她后来软淡了, 没有继续追究。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这不是大小S第一次被爆出吸毒丑闻。 之前他们完美地躲过了风暴, 至今没人能把他们怎么样。 阿雅, 一个单眼皮的边角料主持人, 如今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 阿雅应该和大小S他们撇清关系, 才能自证清白。 山与死只隔着一条游民河。